家庭主婦只不過是咳嗽結果 哇 胸椎斷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節就跟比較不一樣 它的高度就變成比較窄 顏色也比較黑 就代表說它是一個極性的壓迫性骨折 因為它非常的痛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什麼骨髓泥 我們就用微創的給它打一個水泥進去 把它揮霧它的高度 來減輕它的疼痛 我們要咳嗽 都會產生胸內壓很高 然後就會趕快駝背了 所以一旦你駝背 這瞬間的力量很大的話 你又是骨頭疏鬆 它馬上就可以壓下去了 什麼叫骨頭疏鬆 就是海沙烏 你只要用力地震震一下 它就垮了 所以我們怎麼樣 讓它可以減少這個壓力呢 所以一旦你要咳嗽 不是叫你不要咳 因為你忍不住 暴凶 對 暴凶咳 暴凶 怎麼樣咳 你看 突然 可是你暴凶 就壓住 它自然就不會有前彎的動作了 就不會造成所謂的壓迫性 暴凶咳嗽 而這個媽媽 她是脖子上有一個富貴包 真的耶 林副 這富貴包挺大的 但它怎麼回事呢 何慈共振說 這是骨刺壓迫神經 造成四肢癱瘓 這邊就長了很多的骨刺了 這個都是骨刺啦 對 我們可以看到中間這一條叫神經 前面叫骨頭 正常骨頭跟神經 中間要白白的 要腦脊水 腦脊水 去保護它 你假如拿手機 為了避免你是低頭足 你就變成要拿上來 但是拿上來 又會產生一個問題 你的手就會很痠 變手問題了 所以我們平常要做一些 自我腹胃 頭往左壓右壓後仰 記得這六個字 對 所以說假設你就看了三十分鐘 開始覺得鮮緊痠痛 大家這三個動作一定要做啦 比如說 你假設三十分鐘就很痠了 第一個要怎麼 去壓脖子 往左邊用力壓 要壓三十分鐘 一 二 三 然後換右邊 一 二 三 然後往後 再往後 一 二 三 最後要聳肩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非常實用 這個是自我腹胃 可是骨刺也不需要開刀嗎 這個是一個最新療法 它叫做高頻熱凝療法 我有一段畫面 我請部座來解釋 它是什麼意思 它是利用特殊的電極針 它把這個高頻率的電流 傳達到病變的位置 產生熱凝的效應嗎 副作 它主要因為我們疼痛 它就是因為有一些東西 去刺激到神經 讓它去興奮了 所以你會覺得很疼痛 然後我們就用一個比較新的技術 我們用一支針 然後紮到你很疼痛的那個位置 然後利用一些電極 去產生熱能 當然可以看到 肌肉在那邊抖動 對 就是確定說我們在開口中間 用一個S光 我們就可以確定那個神經的位置 然後紮到以後我們這台機器 然後去前去刺激 只要肌肉抖得很厲害 就確定你已經紮到神經了 換尾了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技術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水的流動 讓整個熱能可以更均勻的散開 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 時間我們設定2分30秒 現在就是這個是時間 這是他的電阻 這是現在的溫度 已經達到50度了 以前我們知道神經最敏感的是什麼 以他疼痛就是神經被激發了 然後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我們就把神經破壞掉 讓他沒有神經 但是沒有神經就會造成什麼問題 你都完全沒有感覺了 沒有感覺對人是一個很殘酷的事情 人家打你罵你都沒有感覺 雖然不會疼痛了 但是你也沒有生活了 所以就藉由這種溫度 我們知道一個神經 大概在四十三度以上 他就會造成永久性的破壞 所以只要在四十三度以下的話 就可以造成他有治療的效果 所以以前我們都只能說是幫定人治療 在四十三度 但是效果就不能延續很長 所以藉由這臺的熱靈疼痛療法的話 又是水冷式的 他可以利用這水的冷卻 可以把我們溫度設定很高 六十度 但是作用的地方 就不會造成神經的永久傷害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塊肌肉 剛開始是紅紅的 現在慢慢慢慢燒左以後 他慢慢就被好像被主手一樣 就會慢慢慢慢越來越白 假設用傳統的治療方法 大概他只能延續一到三個月而已 假設用這種比較新型的治療方法 大概就可以達到半年到一年的治療效果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 我們什麼情況之下 用 要來利用這種治療方法呢 就是全身性的疼痛 一般常見的是肩頸痠痛 還有五十肩 還有膝蓋的疼痛 最特別是帶狀泡疹 引起的神經疼痛 治療效果也有他的非常好的地方 好